雞蛋的價格恐怕也要漲價了 尤其是因為禽流感的盛行期 在彰化已經鋪殺了大約有12萬隻小雞 好不容易富養大約一千多萬隻 才讓雞蛋的數量可以好好穩定 不過卻又遇到了飼料上漲 導致現在雞蛋的批發價格 從每台金42元漲到44元 看位前擺出一籃又一籃雞蛋消費者 精挑細選不過也發現雞蛋價格 悄悄上漲 那一兩塊啊 那一兩塊啊 儘管漲價但雞蛋又是名聲必需品 還是得買 從跨年之後天氣氣溫明顯下降 影響雞蛋生產量 而且禽流感又開始順行 進出養雞場的車輛進行消毒 不過7後昭華方苑鄉 一處養雞場確認染疫撲殺約7萬多隻雞 而昭華縣從這個月3號開始 短短5天之內就傳出 三處養雞場感染禽流感 陸續有總共將近12萬隻蛋雞 遭到撲殺 本線蛋雞的載氧數是 一千九百九十七萬隻 所以大概撲殺的支數佔百分之零點三五 所以不會影響這個蛋價的情形 也不會影響蛋的產量 多多少少會有影響 最主要影響來的是飼料成本 天氣不穩定好不好飼養 儘管撲殺的機制數量不影響 但光是飼料成本就上漲約四成多 也讓雞蛋的批發價從美台金原本四十二元 漲到四十四元 農委會也祭出措施 包含協調雞蛋供應端 加強基農做好保暖安全等工作 渴望在農曆春節之前讓淡價回問 接著帶入冒裝話采訪報導